我们把这台车调到最运动的Sport Plus模式 然后打开排气阀门 按下这个M的按钮 把换挡的旋律交回到我自己手中 现在是两挡 升挡 再升挡 这怎么能不算是一台AMG 这样能不用 我的声音真的是没谁了 太好听了 真香 作为一台拥有3.0T V6双挡的准压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是由AMG部门亲自去调教过的 所以它的马力已经去到了401匹 而最大的扭矩也去到了526米 拉动一台1.9吨猪头的车 这个动力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松 最主要是拥有这么一台车 你会感觉你的油门踩下去 六缸机那种绵延不绝 然后不断的动力感 会让你感觉到非常有信心 很刺激 这就是六缸机的魅力 这一代的1级其实我基本上全部都试过了 从2.0T到3.0T的320L我都试过 那台车的印象在我脑中是非常深刻的 以至于到143上面 我只是认为它是一台可能动力更强 但开起来本质跟普通的1没什么区别的车 但事实证明啪啪又打脸了 这是一台非常非常灵活的 开起来像小车响应也很快的AMG 那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其实跟它整体的调校是离不开关系的 首先这台车的避震器就真的非常硬 跟那个改装车一样 即使你把它调到最舒适的comfo状态 它依然是路感十足 如果你过那些搓板路 真的会把你的隔夜翻都给 帮你震出来 就这样 一起改变的还有它的变速箱 虽然说它只是用上了一个 只是用上了一个9AT的变速箱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要用性能车衣 要用双离合变速箱 但是这个9AT为了照顾它的性能需求 它调的非常的激进 所以有时候你在市区里面 它会忍不防的 突然给你一个很强力的一个顿挫感 就那动力突然涌上来 然后你要马上收住 我们把这台车调到最运动的Sport Plus模式 然后打开排气阀门 按下这个M的按钮 把换挡的权力交回到我自己手中 现在是两挡 升挡 再升挡 这怎么能不算是一台AMG 降挡补用 我的声音真的是没谁了 太好听了 真香 作为一台拥有3.0T V6双挡的胸压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是由AMG部门亲自去调教过的 所以它的马力已经去到了401匹 而最大的扭矩也去到了520牛米 拉动一台1.9吨猪头的车 我觉得这个动力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松 最主要是拥有这么一台车 你会感觉你的油门踩下去 6缸机那种绵延不绝 然后不断的动力感会让你感觉到非常有信心 很刺激 这就是6缸机的魅力 这一代的1级 其实我基本上 如果你把1320比作是一个西装绅士的话 那么143就是那些肌肉都快撑破西装了 而163简直就是没有穿衣服 就320你会感觉 你跟动力总成之间是有个明显的隔阂的 而143就是感觉 哇这种隔阂随时会被冲破很脆弱 而163简直就像没有隔音一样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这台车子它的声浪 其实更多是从发动机里面传进来的 排气的声浪稍微小了一点 而且车内听起来的感觉 要比车外来得更加的雄厚 就其实你坐在车里面 你是能感觉到这是一台正宗的AMGL 它有接近6.3那样子的声浪 虽然说没有那么的浑厚 那么的沉重 但是也真的十分接近 但是在车外 你就会感觉这是一台大排量的买菜车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这也算是一种不扰民的体现 在车内你很嗨 车外还是很安静的 如果你真的要买一台入门级别AMG 售价只有它一半的A45 还有优惠玩50多万的C43 无疑是更加有性价比的选择 如果你真的要玩6.3的话 这个价格已经能买到C63跟C63S了 但是买一台车 从来都不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有时候你第一眼看到它 开上它 听到它排气声的那一刹那 一见钟情 那就够了 别别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